下面看第二组 第二组依然是三个 我们先看这个大的 上面有粗的石子 但是不多 大部分都是细砂 这个有一点裂痕 这一个 大家能听到里面的声音啊 这个呢已经裂开了 就是为了防止它松开啊 我用个红线把它捆住了 这一个呢就是 有细砂 这个比较特殊 一会刚好啊就是我把这个线拆掉 就打开精灵神管 这一个里面基本上没有清洗 但是物质可能掉了一些 这一个呢就是一个 算什么 椭圆形的吧 这里面你看上面石子也掉了一部分 细砂为主 粗石子 比较少 也就是说石子比较少 那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规格 先看这个长的 这个规格长大概是 10厘米 那个宽度呢大概是 5到6 5点多 我们看一下他的 看一下他的重量 281克 看一下这个 这个 他的长度大概在11厘米左右 宽度 是9厘米左右 看一下他的重量 重量是572克 将近573 这个有个裂痕啊 这一个比较小 这个比较小 比鸡蛋 跟鸡蛋差不多大小 看一下他的 长度 是8 7.5 宽度是 5到6 5点多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 直立的情况 这里面这个 他已经裂成 三部分了 这一个直立不直立 已经意义不大了 我们先 放在一边再说 这一个这一头直立 肯定是不行的 不平 我们看这样能不能直立 看这一个 精灵神罐 他是可以直立的 不过他稳定性不好 下面加底座 或者是 加些培衬物 他才能比较稳定 那开口呢 跟在上面开口 比较好 那其次就是 这么平放了 这么平放 四面应该都能放的 就是这一个 那这一个直立 看能不能直立起来 比较麻烦哈 如果不介入一定的工具 我们看一下这个 底面不太平 我们看一下 加个游表卡池 能不能直立起来 很难 很难 反正这个也能直立 看一下也能直立 但是这样直立 除非加底座或者其他 稳定性就不够强了 但是这一个还有个裂痕 所以这个裂痕底部好像没有 那在这上面开口应该是比较好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一组精灵神官 刚才说了这个精灵神官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们把这个线拆掉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哈 现在哈你就当他是一个没有打开的精灵神官 我们给他拆开一下 因为这个已经裂开了 你看这里面 有白色的这个物质 这里面是有跟土壮的东西 已经清理掉了 但是这个 还有一部分哈 看这里面 需要清除 这一部分没清理掉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 这个 是一些白色的 粉末状的 有时候是火山灰 有的时候是泥土 具体不太清楚 看这里面 大家看这里面 这里面基本上是充满的 没有水 打开的时候是没有水 有的说泥土 有的说沙子 大家看这里面 其实没有起伏状的这个 颗粒状的东西 土耳无凭啊 内壁是 红色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内壁是红色的 这就是精灵神官 打开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看这个表面 你说他是不是 马脑子的有花石 这个不好界定啊 因人而异 看一下 就是打开 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表面这个细砂 感觉比较松散啊 每次都掉 你看这一部分 掉了就是他自身的重量 所以每次撑的时候 他可能 份量就减少了 这是 这是这一组 这个 精灵神官 他的规格 重量 也都给大家 展示了 这是这一组 三个精灵神官 这是 第2组 这一组 这一组 就是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